成都终于下雨了 虽然久汉风干凌 但只是局部阵雨 对中国大陆西部的水力发电完全没帮助 电力负荷加重 重庆地铁部分车站只是开启紧急照明等 车厢行车期间也都会关灯 不止地铁停电黑漆漆 一般住宅的民生用电也不够 四川多利社区每天停电6到7小时持续的一周 因此有住户抛绳子拉起外送餐点 因为电梯不能用 四川人口八千四百万人 八成用电靠水利 但干旱没水大规模限电停工 外面关注影响汽车供应链 因此现在回头求救烧煤发电 山西一到七月已增产八千万吨煤炭 进口煤炭七月买进三十万吨 比往年同期增加超过一成四 甚至过去卖电给辽国 现在变成跟辽国买电 除了老挝云南还是缅电 从云江瑞腻 中国大陆买电买炭 多管齐下抢救缺电荒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